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伤呢? 有过来说很多时候虽然反这样子的时候 它这个卡扣卡住了 然后我再一个挥手 就是很多时候我手就差一点脱臼 就在脱臼的边边 你能听到那骨头是尴尬 就出去又回来了 然后我的手就会垂直 垂个十几要几秒 一两一分多钟还就可以了 因为你那时候根本懂得了 它骨头出去又回来之后 那种酸爽感真的 你不想尝试就是那种真的抬得起来 然后我现场公正就过来看一下 我就这样子过以后 就继续去经常会讲 但很容易脱臼